大家好,欢迎来到Jesse的小宇宙 我是Jesse,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想开一个新的话题 来聊一聊美国小学生在学校里都学了什么内容 我们会以周围单位来记录一下她每一周学习的内容 我的大女儿Lily今年上二年级 除了参加正常的学校课程之外 她还参加了美国公立学校的Gifted Program项目 Gifted Program是美国公立学校的天赋计划项目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开我的另一个视频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美国公立学校大部分的学校并没有主定的教材 也就是没有固定的教科书 但是他们会有一个纲领 老师的自主性也比较强 开学的第一周主要侧重于讲一些安全性的知识 比如说他们讲了坐校车的安全须知 翻开第一页 你会看到这里有关于坐校车的正确与否的小测验 比如说在大雾天气或者天气很黑的情况下 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更容易被校车司机看见呢 或者要不要听校车司机的指令呢 头和手要不要伸出校车外等等这样子的问题 接下来就问你 你在等校车的时候你要站在哪里 我女儿她画在了这里 然后她会让你画出等校车的时候 哪里是危险的区域吧 接下来她会让你画出校车送你回家的时候 你要去哪里 就是画出你家的样子 在讲校车安全知识的同时 他们也会学习相关的英文单词 再来就是复习一下老师讲过的安全须知里面提到的单词 老师会和学生们玩这样子的小游戏 在众多字母当中找到相对应的单词 在最后一页 学生还可以写出自己的想法 再来老师应该还讲了消防安全须知 如果在着火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做 或者认识一些消防用品 同时他们也学习了很多相关的英文单词 比如说消防栓 灭火器 梯子 氧气等等 在这个纸的背面是老师让大家画出消防车的样子 二年级刚一开学 它还会巩固英年级所学的内容 就是让你把单词按照ABC的顺序把它排列下去 比如说像这样子 如果是顺序在前面的就写在前面 ABC这样子 如果XYZ这样子都是排在后面的 还有这个也是一样的 它会给学生发一个纸 然后纸上面都已经打印好了这些单词 学生就把相应的单词把它剪下来 然后贴在它认为正确的地方 第三个侧重点 在美国的小学还会侧重于讲人际关系 比如说它会给孩子们看一个电影 或者是一个小片 然后问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这一个星期讲的是关于你的敌人 其实就是你不喜欢的人 或跟你有一些些小矛盾的人 然后问你有哪些character 主人公有哪些 然后setting 场景发生的是怎么样的 然后problem有什么样的问题 最后solution如何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它会让你把你听到的把它画出来 然后问你 这个故事的线索是怎样的 这是刚开始发生什么了 然后之后发生什么了 最后发生什么了 这我女儿被剪 她剪掉了 好像是被妹妹剪掉的 接下来她会巩固 说里面提到了哪些词汇 在这个故事里面 进一步他们学会了 有哪些形容词可以用来描述朋友 或者是一些正向的形容词 比如说generous 大方respectful trustworthy helpful pleasant friendly 或者caring 有爱心的 以及还有哪些形容词 来表示人的负面的特征 比如说teasing 爱嘲笑人的 disrespectful 不尊重人的 harsh inconsiderate thoughtless cruel等等 她这个故事里应该会提到了 应该是一个小孩子 她做了一个蛋糕 然后化解了这个矛盾 老师还会要求学生 把故事的发展脉络进行排序 通过这个故事学生还可以学到 如何把你不喜欢的人 尽可能的变成为你的朋友 第四项 在开学的第一周 他们还学习了 rules or law 法规 或者是规定 然后他们区分了 如果规定有哪些 law 法律有哪些 老师讲完知识点之后 会问他们三个问题 来查看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了二者之间的区别 莉莉在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忘记了写句号 所以老师在这里画了一个圈 第五项 老师还讲了美国的传统的价值观 他要求你用自己的语言和绘画 把你的想法把它表示出来 比如说这个life life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女儿画了一个平和幕 因为她有参加gymnastic liberty 然后我女儿自己还写了一个freedom 然后她画了一个这个 她跟我讲 她画了这个房子 画了草坪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够走到别人的property上面去 你不能够踩在别人的草坪 或者是草地私人的领地上面去 接下来 happiness 我女儿画了一个跳绳 接下来的 equality 我女儿画了一个 这个 我开始不知道她画的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她这写了一个vote 是投票的意思 然后她说 这个是vote 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布 或者帘子挡住你每一个人 别人看不到大家相互投票是怎样的 那只能看到下面的角 这里有帘子 然后这里有分隔线 是不是很可爱 再来这张指示 就是老师要求他们写下 他们觉得哪些不是法律 但是是规则和规定 那我女儿写了是这五项 并且她画了一个画 她向我解释说 这就是她的学校 这是她们的教课桌 后面是她们挂的每一个书包 挂在后面 那如果你要回答问题 你要举手 不能够随便发研制她在举手 但是她同事也跟我说 她的画有一个很失败的地方 就是她没有画脚 所以看不到脚 第六项 数学 众所周知 美国的数学是非常简单的 她们现在是二年级 二年级还在学加法 而且是各位数和各位数的加法 费面是顺序 比如说还在数这个 四五六七八八九十 这样相邻的数字 Anyway 我会在课后 会给她加一些数学的难度 以上的这些 就是正常的上课内容 她们还有一个Gifted Program Gifted Program 每个星期就上一次课 我们看一下她做了哪些内容 就一次课 所以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手工 把你自己性格写在里面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她做的是这样子 她觉得她做得很开心 她这里好像做了一个滑梯 就是这样子是个滑梯 怎么样 这样子可以滑下去 她给我讲说她这个是 I have lots of knowledge 她还有很多knowledge 知识 然后呢 I'm pretty 她觉得她自己很漂亮 很自信 很好啊 然后这个她说 还有很多东西 她没有时间写了 这个还有一个东西 打开看一下 哦 她说她第一行写到是 I want to be an archaeologist 她想要当一个考古学家 because Mommies and fossils inspired me 木乃伊这些东西和化石 她很喜欢 然后这时候她画了一个 画了一个木乃伊 然后这边她写的是 木乃伊的牙齿 大家记得帮我点赞哦 感谢啦 保存好她的东西 等她长大了 我都给她留起来 让她看一看 满满的回忆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的目的 好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